好了,那给大家总结了昨天分析的今天,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去由日本对阵印尼队。 我们今天的赛程是男双女丹,男丹女双混双,还是没有奸向的话,还是按着这个顺序来。 实际上今天日本队的阵容变化也挺大的,和在小组赛跟中国对阵的时候,很多项目都做了一些变化。 其实,他的男丹,上次跟林丹打的是他们的左董木强,是他们的第二丹打。 现在换成了他们的第一丹打,也是2010年全英的亚军,铁儿贤一。 这个女丹没有变,那么男双实际上变化也比较大。 上回是这个,现在这一对是平田点镜跟乔本博且。 那么上次应该是左藤祥志的那一对,那么也是基本上全是换了。 女双也换了。 女双也换了。 反正跟中国的那个阵容是完全不一样。 对,相对来说,印尼的这个阵容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男双是阿尔文跟阿珊。 那么女丹是菲尔达萨里。 那么男丹是西蒙桑托佐。 这个女双是波利跟梅蒂亚娜。 那么混双是库尼亚万跟皮亚。 那么基本上这个阵容跟他小组赛的时候差的不是特别多。 那么现在双方队员已经开始练球了。 嗯,这让我们想到之前呢,这个日本对中国的那个对阵哈。 我们还有出话题讨论过为什么,可能还就是为了保存实力哈,要往后打。 对,对,对。 因为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可能对这个苏碑呢,就是说,因为这是一支年轻,重量往前发展的队伍。 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也想锻炼一下这个新的这个队员。 能够让更多的队员能够在大赛中得到锻炼。 因为毕竟明年就到这个奥运会。 所以呢,能够一些年轻队员能够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气氛。 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好。 是的,难得的联兵机会。 对。 那么现在镜头对着,呃,现在这个过来了,这是阿山。 刚才那位是,呃,印尼的男双选手阿尔文。 那么也有的媒体翻译成尤雷安利。 嗯,那么这个队员呢,实际上,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队员呢,他也是一个老队员了。 那么他出道的时候,实际上他跟像中国的蔡云、傅海峰啊, 还有原来的双元正波啊,他们是同一个时代从这个世青赛中打出来的。 那么他呢,原来的搭档应该叫卢卢克。 嗯,在他出来之后呢,始终排在印尼第二双打的位置。 因为在他的上面,第一,印尼的第一双打呢,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西吉特跟陈甲亮。 那么随着西吉特跟陈甲亮状态的下滑, 还有他们最后的这个退役,本来他们应该是生成第一双打了。 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后来又出来这个马基斯亨德拉这一队了。 结果他们等于又没有机会成为这个印尼的第一双打。 所以现在慢慢慢慢随着他年龄也变大了,能力也有所下降。 所以呢,就是这个运动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说, 道路也很坎坷。 对,你有,当然主观就是自己是最主要的。 但是也得有好的机会。 有的时候机会特别不好的时候, 你真是也没有办法。 对,擦肩而过了。 也没有办法。 对。 所以说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有很多的点。 有你自己的准备也有机遇的到来。 对。 好,那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来自印度的。 对。 好,看着。 好,观众们,你们好。 这里是CNTA我家体育台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2011年苏迪曼杯四分之一决赛。 你今天对阵的双方呢是日本对阵印尼。 现在进行的是第一场男双的比赛。 双方的队员是来自日本的平田点进乔本薄浅和来自印尼的尤雷安托阿珊。 好,上了就打得很快。 往前抓住了这个机会,阿珊。 好球。 这个是偷后场。 效果不是很好。 对方直接下压下来了。 已经进行到四分之一的淘汰赛了。 每一个人的每一球都会要打得更加的用心。 对,因为这跟小组赛可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你的任何的一点失误或者说没有把握好, 那可能整个队都会受到影响成绩。 是的。 昨天我们已经说过,打到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已经不用再打满无场了。 会不存在七分的问题。 抢三。 随先到三场的胜利。 那么哪一个国家就算取得了胜利。 对。 好球。 进行到半决赛。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见三死了。 哈哈。 这球就很难摆脱了 因为他往前一直在下压 如果顶不到后场的话 他前场早晚都会把你打死 这场比赛一上来双方打得都很快 也挺精彩 进攻的频率都很快 几拍就解决问题 这就是男双的特点 这场太强了 所以他们打男双的有一句话叫 宁可死在往前也不挑后场 比如说他们因为现在男双 双方的进攻能力都很强 一旦进入进攻状态的话 对方比较难摆脱 除非像李龙大郑戴成的那么好的防守 觉得尽可能的抢往 然后把进攻的机会留给自己 奥尔伦这个球 这个球没有进去 日本拳手乔本博乔 这一边打的也是非常的有力量 阿珊几乎打到了阿珊的身上 不是几乎了 就是 各位网友问到 今天的婷婷走走和互动话题出来了没有 已经出来了 我们刚刚那是已经放过了 那么互动话题 大家可以到CNTV羽毛球的窝里找一下是 日本能否成为苏卑史上第七个四强的队伍 那么有些朋友说找不着 因为可能是被赛前的报导给加到后面接 大家可以一条一条翻一下 日本进攻今天非常的凶 好球 放网 这个球员是有点急了 其实他这个机会已经出来了 只是推的这一拍子 有点手上没有控制度 动作没那么细腻 对 可能上来手还是有点紧 这边的两桌的胜者出来之后应该是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一边场地丹麦应该会战胜中华太队 那么就和丹麦会是半决赛 然后之前也是有预测 说丹麦跟印尼或者是日本打的话都有可能获胜 那么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和丹麦会是最后的决赛 对对对这是大部分人的预测是这样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但是试试难预料 特别是像比赛这种 对 出现一些状况都难说 还是得一场一场地打 嗯 现在的二号小窗口给大家进行直播的是丹麦和中华台北的比赛 大家可以来回切换看一下 看一下这球的慢动作 对 所以现在这个男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原来大家都以为都会觉得